朋友们 足鞋杯我这能看 但是 我没办法 放画面 你们就找一个画面好吗 你们找一个画面 然后呢我这看着比赛 我给你解说好不好 好的朋友们 Let's go 这场比赛呢 是足鞋杯的决赛 广州恒大主场对江苏苏宁 足鞋杯的决赛呢 是两个回合 也就是说呢这是第一回合 恒大是先主后客 江苏苏宁呢是先客后主 通常呢 这样的比赛呢 先客后主的球队 多少呢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比如说他的战术选择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就比较灵活 要么可以呢立足于防守 不丢球或者是少丢球 要么呢玩命争取呢 客场一个进球 为下一场这个主场比赛呢 奠定基础 总而言之呢 这个通常向罚点球 先罚的 他有可能啊 胜率会高一些 那么呢两个回合 这样的比赛呢 可能是先客后主的球队呢 会有一丁丁的优势 啊 所以呢 当然了 因为这样的比赛呢 对于恒大来讲呢 也见怪不怪 因为以前呢 在这个亚冠的比赛当中啊 淘汰赛也经常呢 会是有这样的主客场的 这样的比赛 当然了 广州恒大2013年 在李皮的执教之下 第一次夺取亚冠冠军 决赛两回合 先客后主 客场2比2 是占平了韩国收尔FC 回到主场 先进一球 FC呢 收尔FC扳回一球 接下来呢 这个李皮当时呢 是稳妥起见 把这1比1的比分呢 保持到了中场 最终呢 虽然两个回合都是平局 但是呢 是凭借客场进球 多的优势 是拿到了2013的 亚冠的冠军 这场比赛呢 呃 没想到啊 在异国他乡 啊 可以看到 中国足协杯的决赛 所以呢 临时起义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呃 来跟大家呢 分享这场比赛 其实作为老乘客来讲 啊 这种开航母的方式 也不稀奇 是不是 哥们 朋友们 所以呢 您看不见画面 没关系 啊 您呢 把我呀 给我隐藏了 你就听我声 好吗 完了 你看电视 或者是看这个 呃 网络直播 啊 争取能把这声音呢 对上 现在我这呢 是升国旗 奏国歌的仪式 待会呢 咱们一对表 咔嚓 啊 就行了 这场比赛呢 主场作战的广州恒大 首发阵容呢 是门将刘电座 后卫线上有邹正 啊 也是九叔战阵 但是呢 现在呢 是商欲复出 啊 同一场比赛打的也不错 每一方啊 经过了国家队 对卡特尔的洗礼 应该说是呢 经验呢 自信心呢 都会有所提升 李学鹏 由于呢 冯小婷停赛啊 金英权呢 这个受伤 确证 所以李学鹏呢 今天呢 是打了中位 李学鹏呢 在这个高红波的国家队当中啊 曾经打过中位 当然那是三中位体系 今天呢 正常情况下 斯科拉里呢 还会排出啊 是四后卫的体系 所以呢 李学鹏和梅芳两个人 一左一右 成为呢 两个中卫 右后卫呢 是张林鹏 是张林鹏 看来斯科拉里呢 也是一直呢 将张林鹏呢 锁定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中场 政治 国家队的队长 保利尼奥 在巴西国家队的世界杯的外围赛当中 表现非常出色 现在已经是牢牢的坐稳了 巴西国家队的中场的一个位置 他的身后呢 是费尔南迪尼奥 他的旁边呢 是奥古斯托 那么在前场 有阿兰 高拉特和黄博文 黄博文今天呢 看上去 还会呢 是主打右路 那么 高林 在国家队呢 度过的日子呢 并不是很顺畅啊 对卡塔尔的比赛呢 替补上场 但是表现呢 平平 这场比赛呢 也是正名之战 看一看呢 李皮能不能够再对高林 充满一下信心 好了 客队的江苏苏宁 呃 门将的顾超 后卫线上呢 杨孝天 李昂 三斯巴里 周云 李昂呢 在国家队当中呢 没有捞个上场的机会 今天呢 看一看 在这场比赛当中 如何的表现 中场 两个后腰 22号 无锡和拉米雷斯 这个跟 郑志和保利尼奥呢 好有一笔啊 都是国内 比较出色的中场 加上呢 引进的大盘外援 我通常说呢 看一支球队 就看你俩后腰 啊 那这么一看呢 郑志保利尼奥 和 无锡和 拉米雷斯 咱们讲吧 要是都是 高水平的 竞技状态之下 大差不差 是不是 大差不差 那么特谢拉 谢鹏飞 和吉祥 三个人呢 也是突然的 这个中场 阿尔玛 顶到最前面 我现在此时此刻呀 在米兰 不知道这阿尔玛 能不能够 有机会呀 这登陆 国际米兰 今天晚上 哥们呢 将会做直播 当然不是比赛直播 因为没有版权 我们这个凌晨吧 五夜 北京时间五夜呢 将会开赴圣奇罗 在圣奇罗的球场之外 给您呢 直播 这个意大利的足球文化 然后我们也跟 意大利的球迷呢 也会有一些交流 好不好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现在的画面呢 是高拉特拿着球 准备放在地下 他跟高林两个人 轻轻的拥抱了一下 男人之间的 简单拥抱 这场比赛呢 广州恒大 主场作战 红色球衣 白色短裤 红色球外 而一身蓝的是 做客的江苏苏宁 怎么样 能不能对上朋友们 今天的转播 哎呦 3D效果啊 这场比赛 确实引人关注 啊 在国家队的比赛 结束之后 尤其的是在 好的 比赛开始了 主裁判呢 是黄叶军 广州的球迷 也是把天河球场啊 做的是满满当当 当然那也有些 客队的远征军 呃 开场过后 呃 崔龙珠这个性格呀 你别说啊 有点说 爱谁谁的劲 一开场过后 你看啊 江苏苏宁 并没有说 完全的说是 呃 保守出战 拉米内斯向前输送 直接外围交打门 啊 开场27秒 江苏苏宁在客场 完成了第一脚射门 射门的呢 应该是38号 呃 阿尔马尼内斯 怎么样朋友 能对上吗 我这屏幕稍微有点小啊 向前传 这是高拉特 高拉特 本赛季呢 中超的MVP 双方一开场比赛呢 就进入了非常快的节奏 啊 李学鹏呢 是左中尉 梅芳呢 是右中尉 李皮来到了现场 身边呢 应该是他的助手 还有许家印 李皮呢 助手啊 那个宅男 赶紧呢 就把这个叫 名单呢 递到李皮手上 啊 哥们你看我这个怎么样 呃 画面不是很高清啊 我得离记一点 太小了 好的 这是 无锡向前输送 是找特谢拉 呃 特谢拉呢 双手抱头 感觉啊 这个球啊 送的可以 但是就稍微深了一点 张林鹏在右路 拿球 张林鹏呢 也是国家队的 主力的右后卫 哦 进攻的时候 看一看啊 我怎么感觉 好像斯格拉里 要复制李皮的战术啊 看见没有 可能左路进攻的 会多一些 保里尼奥 高拉特的位置呢 相对的比较活跃 现在看上去 阿兰呢 是顶到了封线上 那么斯格拉里呢 虽然说也是 小七十岁了 但是呢 在战术打法这方面呢 有的时候还会求新求变的 并不是一味的 固守 当然他在人员使用方面呢 相对来讲比较保守 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啊 巴西人在中国 求一个安稳 包括意大利人 求一个安稳 你知道吗 世界经济真的很 很糟糕啊 来中国能挣着钱 多挣一年 是一年 保里尼奥的转移 这个球呢 是直接出了 一侧的边线 保里尼奥 小手一摊 那意思怎么回事 这 怎么没人接呢 是不是 镜头现在给了保里尼奥 杨孝天 这场比赛呢 也是主力的左后卫 谢奔飞 也是在左路 现在恒大呢 是断球 裁判吹了 恒大抢球的时候犯规 拉米雷斯 拉米雷斯 这场比赛 应该努努力了 我怎么觉得 好像这么下去 这拉米雷斯 会不会明年 会离开苏宁呢 吹的是高林的犯规 李昂 左脚 45度啊 想找 一侧远端的队友 恒大把球断掉 高拉特 看恒大的反击 右路 黄博文 直接起啊 漂亮 进去那条大门 这球啊 是越位了 黄博文拿球的时候呢 身后呢 是有张林鹏的插上 这个球呢 可以选择呢 在右路 继续呢 沿边路推进 但是黄博文呢 45度的方位呢 直接起球 找高林 这个球啊 高林 抢先呢 是越过了越位线 怎么样朋友们 有点快呀 这车严重超速啊 那怎么办呢 画面对不上啊 快了10秒 怎么办 我先 这还停不了啊 没事 我们走在时间前面吧 那我慢点说好吗 超速了是吧 哎呦我去 那我慢点说好吗 慢点说好吗 慢点说 刚才呢 是阿尔玛前场的突破 这球呢 是吹了犯规 10号特杰拉 特杰拉呢 应该说呢 在比赛当中 还是体现了自己的技术特点 尤其呢 是在催龙珠手下 特杰拉把球掉进去 在门前 留电座 留电座呢 在增成啊 受伤缺阵的情况下呢 是肩负起了广州恒大的 第一门将的职责 应该说表现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稳健 想当年呢 在这个南长横圆 留电座啊 就表现出了不错的 这守门员的质素 也多次啊 入选过我们 新中超客战的 这个最佳阵容 今天呢 江苏松宁客场作战 确实呢 并不保守 他们可能也知道啊 手可能也不见得能守得住 不如呢 跟对手呢 进行这样的 45度掉门前 再打门 广州恒大的攻势剑起 5分20秒 连续两脚打门 最后呢 是高拉特 左脚要打门 是打中了 江苏苏宁 这个防守队员的身上 弹出了底线 看这45度 炸 第一下 投攻啊 没有形成 这个直向球门的射门 黄博文 在国家队 那俩礼拜啊 没少练定位球 所以在比赛当中呢 张希哲是裹脚的 法脚球的第一人 黄博文是第二 这球啊 落点还可以 江苏苏宁 带球 速度 横大呀 想延缓 哦 犯规了 这个球啊 犯规是 非常 这什么的 非常明智的 哎 这张林鹏好像感觉 我是很爱用身体的 张林鹏说 我的身体就这么壮 我是很爱用身体的 这个球 你吹我犯规 他太小了 两个人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这场比赛呢 可以讲也是巅峰对决 既是足协杯的第一回合的决赛 也是啊 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冠亚军之争 阿尔玛带球 横向 摆脱过人 这是广州恒大的三个队员的合围 把球断下来 在中场 又被放倒 这场比赛呢 一下就进入到超速状态啊 和现场声一样 什么意思 对不上 我慢点啊 行 现在是6分51 52 53 6分55 56 57 这球呢 是吹了5号周云 周云呢 在身后呢 是绝对不能让 阿兰把身转过来 是吧 阿兰的护球动作也做得比较合理 和 保利尼奥上来之后一绑子把周云推开 特杰拉在左路 转身过来 11号 谢鹏飞 左脚传中 门前 门前到位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外围一脚打门 这就属于我说的 第一脚打门 绝对是错误的选择 这谁呀 告诉我 是谁刚才那脚打门 24号吉祥 你要这么踢的话 还怎么回回家队 那个球第一选择 一定要放弃高拉特来了 左路 左脚 船中 门前 左脚打门 应该说 三斯波里在门前的 补位还是不错的 来自高林的射门 这边转身之间 加速苏联能进攻 阿尔巴 特杰拉 一对一内切 直接打门 这球啊 没有啊 找到远端的拉米雷斯 三个外援一台戏 刚才那是快速反击 短时间内 双方呢 是交换攻守 应该说这场比赛 到现在为止 八分多钟的时间 节奏非常快 双方呢 也都形成了攻门 效率比较高 翻了吗 好的 现在比赛呢 是进行到 二十分 十六秒 场上比分呢 一比零 由于呢 刚才呢 这翻车啊 没看见这个进球 哪位朋友 给我描述一下 哪位朋友 给我描述一下 这球怎么进的 这球 斯格拉里那场边呢 跟中方的 助理教练 陶伟在交流 快了十秒 快了一分钟 你们有画面吗 我快了二十秒 高拉特进的 大差不差 我比你们快是吧 二十一分 零五 有的朋友啊 就总觉得自己脑仁 比我大 说你暂停一下 不就得了吗 我这个视频源 没有暂停啊 关键 我也想暂停 暂停不了啊 没方 二十二分钟 场上比分呢 是一比零 主场作战的广州恒大呢 是先拔头筹 你看这人数 现在绝对有问题 是吧 是不是一直不够 给我限制了 他以为我转播呢 因为新浪是不是 没有版权啊 有人说 这是真实人数 行了 别闹了啊 平常也不见得是假的 在欧洲各地都能看见乘客 你说能假到多少 你横向比 你要我的数都是假的 那你觉得 别人的直播 还有人看吗 好的 黄博文 这是二十二分 五十三秒 裁判呢 是出示了黄牌 拉米雷斯呢 被掀翻在地 我看球赛呢 刚才呢 是吹了黄博文啊 有点身后产球的意思啊 拉米雷斯 长船 找阿尔玛 阿尔玛 左边路拿球 没方盯出来 一对一突破那些 船中 门前 这个球啊 实际上这个球屋的 船的线路啊 对于接应的队友来讲 是非常困难的 人都哪去了 又都去炸房去了吧 来自台北的朋友啊 谢谢 我故意反应慢点啊 行 这是恒大在后场 组织进攻啊 通过长船在 左路太进去了 保利尼奥在门前 还有机会 今天的 高林 一顿啊 虽然说在第一下 想做假动作 但是并没有啊 完全的摆脱对手 这球呢 是 出了底线 刚才翻车了 朋友们 并不是我的本意 我现在呢 是在意大利的米兰 今天晚上呢 将会现场观看呢 米兰德比 在这样的一个宁静的午后 意大利是下午啊 中国呢 已经是晚上了 脚球的黄博文 第一点呢 是顶出来 外围政治 假动作 左脚打 右脚再打 还有 再传 投球攻门 漂亮 好家伙啊 故超 这球呢 是站的比较稳 攻门呢 这是保利尼奥 这球啊 这 政治啊 知道 第一下 假的 第二下 真的 左脚一脚 右脚一脚 再弹回来 再传中 保利尼奥现在进球欲望 是相当强烈 走正 剧透了 那怎么才能让这慢呢 现在关键就停不下来呀 不要停 不要停 我这么着吧 我做个笔记 我做一个 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我解说完这场比赛 我肯定我就精神失常了 我就总活在过去呀 好了双方 你看我现在是慢的啊 我现在是慢的 我在说之前 半分钟的事啊 双方中场争顶 顶回来之后 拉米雷斯投球争顶 江苏苏宁呢 还是在中场 囤积了大量的兵力 双方在中场呢 进行绞杀 这刚才这一段是往后 对上了吗 搞个投影仪 江苏苏宁呢 是左路的船中 门前顶出来 这是刚才政治啊 慢动作 右脚的船中 然后呢是 保利尼奥 门前的是俯冲轰炸 0比1落后 那对于江苏苏宁来讲呢 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一个范围之内 因为毕竟在联赛的 倒数第二轮吧 江苏苏宁呢 主场是击败过广州恒大 当然了 虽然说那个时候呢 这广州恒大呢 有点心不在焉 因为刚夺了冠军 但是那场比赛呢 毕竟啊 对江苏苏宁的球员来讲呢 他是一个自信心的提升 所以呢 这场比赛 在课场 如果说 输球能控制在 一个左右 一个左右 那么呢 当然能平局最好 有进球的输球 也能接受 回到主场呢 再争取呢 能够搬回来 当然这场比赛呢 时间还早 0比1 并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恒大呀 一定会觉得 一个球不够 一个球不够 还得加强进攻 那么这么这么 我呀少说点比赛 对不对 多聊聊这个 这些人 和场上的一些战术打法 这样的话 跟时间呢 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了 好不好 那江苏苏宁呢 在中场 拉米雷斯和无锡 两个人呢 经常是一前一后 当然今天可以看出来呢 崔龙珠要求啊 整个的阵型 不能收得太大 现在你看啊 从这个江苏苏宁 那个站位来看呢 后卫线 距离 本方球门 大概得有啊 35米 上下 身后的空档很大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压缩呀 这个空间 不让呢 广州恒大在中场啊 有更多的传导 特谢拉 特谢拉呢 在前场确实是个人攻击能力非常强啊 一会儿呢 特谢拉将会完成 个人的一次表演 中路的连续突破的左脚的打门 刘电座呢 把球呢 是铺出了底线 战术脚球发出来 特谢拉 45度炸 刘电座呀 身高还是有优势 恒大的反击开始 保利尼奥 这球啊 稍微的传大了一点 保利尼奥这个两个禁区之间的这个奔走 确实是他的特点 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我也说过 说看恒大的状态 就看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今天上半场可以 有射门 有抢断 还有推人 还有呢 险些单斗 整体状态呢 显示着不错 并没有受到之前 国家队比赛日的太多的影响 由于呢 在李皮账下 广州恒大多名国脚呢 进入了中国队的首发阵容 应当说呢 他们的状态 在过去的这 差不多啊 20天当中 因为有了一场啊 正式的国际比赛 相对来讲呢 状态保持会有帮助 当然无锡 也呢 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出场 不过呢 相比于恒大 你看像黄伯文 郑志 梅芳 冯耀廷梅在 这哥几个呢 也都有了比赛的这种洗礼 包括张临鹏 所以呢 个体状态 应该说呢 要会更好一点 江苏苏宁呢 因为长达20天没有比赛 我个人觉得呢 我对崔龙珠啊 这一开场就强攻 我个人持一个 问号 为什么呢 因为 相比来讲呢 可能恒大球员的 个体状态会好一些 又是主场 你们呢 20天没打比赛 上来也要跟对方啊 这么骑着咔嚓对着干 相对来讲 可能要稳妥一点会更好 这就是张立鹏啊 在中场的战术犯规 交给中锋 背身拿球 阿尔玛呀 确实是不错的一个中锋 他呢 就是中锋的 这个能力比较强 一般来讲呢 中锋呢 就是既能背身拿球 又能够做球 又能拉边 然后又能包抄强点 个人还能有突破 一般的中锋 要是全部具备 这么多的元素的 并不太多 阿尔玛呢 应该讲 在这方面呢 还是有他的特场 高拉特 高拉特在中场啊 确实是 能力非常强 哎 这球呢 一会儿啊 斯格拉里该急了啊 高林倒地了 这球呢 刚才呢 是高拉特呢 塞了一身后 高林呢 几乎形成单刀 进区内呢 倒地 但是高林这个队呐呢 咱们实话讲 我要是裁判呢 有的时候 可能我也有点 对他呀 有点作牙花呢 就是他经常给裁判 出难题 就是真摔和假摔 往往有的时候呢 这 这这这大差不差 所以就让这些裁判呢 很挠头 说你说你吧 你说你摔的吧 有的时候有真 有时候有假 对吧 你这就相当于出这个选择题 对错判断 阿尔玛这个队员呢 确实他有时候拿球的时候 向前这一下确实很好 无论是这个前面是一个人 两个人三个人 这算的这个脚底板拉球 对有的队员说 高林呢 刚才是三恩斯波里 和高林之间的这个脚下的纠缠 高林呢就是反正 能倒是绝不战 阿兰在左路 提前观察 扣一下 交给这是高拉特 想后插上 这俩巴西人都在 三个巴西人 三个巴西人 刚才呢 差点完成一次 双块一油斗 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 确实双方的攻防节奏比较快 谢鹏飞呢 在崔龙珠的这条角之下呢 确实有着不错的这种进步和提升 在左路的跟这个杨小天 两个人呢 经常能够打出一些配合来 要这么着轮快拳呢 我觉得恒大会占优势 因为恒大相对来讲 个人能力和组织配合的 这个默契度啊 要更好一点 上半场比赛呢 是36分钟 这场比赛可以 在前35分钟嘛 可以定性为是比较水平比较高的比赛 双方应该讲 都发挥的还是不错 相比之下呢 恒大在前场的进攻手段要多一些 高拉特的走位也比较飘忽 保利米奥的后插上 再加上呢 这个阿兰的突击 告林的这个 在前场的拿球 几个人的位置还经常轮转 所以进攻方面呢 恒大 手段更丰富一些 攻击面会更大一些 江苏苏宁呢 目前呢 更多的依靠特杰拉和阿尔玛 两个边路呢 看上去没有给恒大 形成太多的威胁 所以这是两个队的攻击方式的不同 不过呢 江苏苏宁他这个 拥有着瞬间改变比赛的 队员 所以对于恒大来讲 一个球领先肯定是不保险的 江苏苏宁 比赛当中应该说呢 还是有能力致创造机会 并且把握机会 看反击了 看反击的效果如何 今天呢 崔龙珠呢 也是在中场啊 布下重兵 后卫线 前卫线 相对来讲呢 距离比较近 力求呢 争取能够 把这个广州恒大 在中场的这种传导 截获 然后瞬间发动反击 如果说特杰拉和阿尔玛 形成二打三 这样的局面 反击过程当中 那我觉得可能 优势呢 就会凸显出来 个人能力确实比较强 现在米兰时间呢 现在是下午1点13分 董哥 你说说刚才 具备那些中风素质 世界上还有谁 像伊布 早年天 有这样的能力 现在呢 就是江苏苏宁啊 想打反击 但是呢 我刚才说了 点呢 相对少一些 所以呢 广州恒大重点 不防阿尔玛和这个 特杰拉 基本上呢 其他的人呢 没有能力啊 真正的完成 这个反击当中的突击 所以这是江苏苏宁 目前呢 所在进攻当中 遇到的问题 你看恒大进攻的时候 他这个面很宽 对不对 可能有的时候 会形成五个人的进攻 在对方的后卫线 身前一字排开 而江苏苏宁呢 是这种刺 是这种刺 恒大是这种面 当然说 这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给对方形成威胁 比赛节奏确实很快 你看江苏苏宁 一会儿啊 30秒钟 你看一下江苏苏宁 整体阵型 他是在进区前面 可能还得有15米 所以综合起来 应该在32米上下吧 后卫线在32米上下 一般来讲呢 你要密集防守呢 后卫线应该站在16米 18把线上 所以今天呢 崔龙珠的战术就力拼中场 把中场啊 给他控制住 或者是逼迫住 哪怕身后有空当 左脚的 来自是政治吧 政治 高林一直是这个状态 正常发挥 什么翻车了 没翻车啊 这是一个进球的回放 阿兰 给高拉特 高拉特左脚打门 这是高拉特 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就是他能传能射 能突能分 能闻能武 所以我那个时候发出感叹 这广州恒大从哪逃来的高拉特呢 你说 这个队员的能力确实很强 而且他关键他很有敬业精神 他不是像有些大牌啊 这耍 来这挣钱不干活 对 苏宁的边路还是得起来 如果没有边路的话呀 就在中路 你阿尔玛 特歇拉 能力再强 好汉不敌四手 恶骨害怕群狼 所以必须得边中结合 所以作为 谢鹏飞 或者是吉祥 包括杨孝天 应该呢 对边路啊 做出一些贡献 谢鹏飞好像是右脚 右脚还是左脚 谢鹏飞呢 实际上严格一上讲 这个他踢的是 是左边路 内切行选手 有人说 拉米雷斯上了吗 拉米雷斯上了 拉米雷斯 政治是越老越精神啊 高拉特还有什么地方能提高 腰围啊 腰围再下来两寸 定位球应该好好利用 谢鹏飞是左脚啊 谢鹏飞这小左脚 拉米雷斯这场比赛的状态 还是可以 但是相比于保利尼奥来讲 两个人呢 都曾经是巴西国家队的 但是现在明显 保利尼奥的状态 要更得到认可 进区内倒地了 起来 特歇拉呀 说高林能摔 我也会摔呀 今儿这裁判呢 对这个动作识别 还是不错 三月份的比赛 恒大会有人落选吗 会有人落选吗 应该问题不大吧 这些人 李皮呢 会对他们 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哪里有直播 乐视啊 什么时候来日本 我去过日本两次 我去过日本两次 争取有机会去吧 看看今天寒假 能不能带这个中国的 这个青少年的选手 青少年的这个 我们那个清绪营的小孩 看能不能去日本 去学习交流 广州的天气 好像让人羡慕啊 斯格拉里还穿着短袖 在意大利没球踢 意大利最近的天也不好 然后下雨 为什么高林在斯格拉里的 手下踢的更好 这可能还是国家队和地方队 还是两个体系 对吧 这最典型的就是 梅西可能在阿根廷队 踢球踢的就比较累 在巴萨呢 就踢的相对轻松一点 你看那穆勒 在拜仁踢的风生水起 在国家队也是 不是 在国家队踢的不错啊 回到拜仁最近也不怎么地 上半场比赛快结束了啊 闺女越来越像你了 什么意思 你别关心我闺女 好吗 你不用 我不是明星 我从来没把我自己当明星 我也不是什么名人 就是大家不用太了解我个人的东西 你就说我说什么 一乐完了 有点有点 有点这个这个共鸣 我就觉得挺好 恒大的反击 相对来讲呢 投入的人会多一些 你们老 有的朋友老去人家房间去炸去 我觉得不好 好吗 你要炸就在我这炸 你在人家炸吧 他就老说 哎呦 哎呀 看懂路那些的人 特别我都不愿意 你说我呀 就在这个平台上 但是我严格意上讲 我真不是什么网红 我也不想当网红 多肤浅哪 是吧 完了 这一说网红 这边又 有点要停的感觉啊 要死的感觉 你真的挺幸运的 你虽然说现在也有些收费的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在国外看个球 你就得去酒吧里边 酒吧里边你还得买 买买买饮料 是吧 完了也不像家里边 可以倒在沙发上就看 是吧 抠着脚什么的 这儿不行 这儿去那儿呢 你还得这个 得 你要不然在家 你就得交钱 啊 我这两天呢 形容了意大利的这个经济 有的在这儿 可能生活时间比较长的 意大利的中国朋友啊 他不愿意听 他那意思说 凭什么说我 在这儿待这地儿 经济不好 说那个意大利呢 人均GDP 这个全世界第十 是吧 说在一些小镇 生活水准 跟这个米兰那种 差不太多 生活品位 时装 着装 差不太多 是吧 但是呢 我说意大利经济 并不是我说的 意大利人自己承认 对吧 咱们就从一个角度来看 昨天晚上我拍 那个女孩 卖车 不是卖唱 就街头艺人 对吧 街头艺人 在那儿 我在拍 拍的时候 我拍了大概 得有三分多钟 在此之前 我在那儿听过 他三首歌 然后呢 在此拍完之后 我走到广场 过一会儿 我又回去 是不是上半场结束了吧 没翻 没翻车 在这边翻车 一共就两个人给钱 一个是我 给了一欧元 还有一个老爷们 过去可能 扔个硬币 剩下的人 就跟没人 没人一样 天天呢 就是 就说什么 兜里 人兜里 都没钱 那个广场 这边 唱着这个 加州旅馆 那边还有一小哥们 跟那儿弹电子钢琴呢 刚刚呢 在那儿弹 弹了一个多小时 弹了一个多小时啊 我就没看见 有人给的钱 实话讲 我也没过去 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 男人的钱 只能给男人 不是 男人的钱 只能给女人花 卡了吗 这家伙 这意大利这网 确实是不行 半翻不翻啊 现在好了吗 声音不卡 画面卡 可是我这儿觉得正常啊 我这儿还摇摆呢 让我们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今天晚上呢 我们看看米兰得比 有人会说了 米兰得比 现在没有西班牙得比 什么比 那么 那么 这么引人了 是 球星少了一些 但是呢 这种论文化传统 论文化 这色彩 意大利今天晚上 7万7千张票 全卖没 吹的吗 中国有7万7千人 去看球吗 中国人是意大利的 多少倍 意大利一共不到 6千万人 中国14亿人 中国有一场比赛 7万7千张票 卖没的吗 也没有 为什么没那么大提倡 刚才说什么都没听到 是吧 是 真的在中国 一定要珍惜 珍惜这个良好的 这个目前的这种良好的经济 你说我们家也没多少钱 你欲望太高了 都想买房子 你意大利哪有那么多人 家里有房子呀 吹的都是 咱们中国没办法 因为可能社会保障 这方面差一点 所以呢 再加上传统 没房子不行 没房子女孩 不跟你一块货 老去酒店 也不拉窗帘 老被人拍 别人拍摄 还老有人从国内给我打电话 别闹了 接一个电话好几块钱 你何必呢 你有事你就发微信呗 喂不买不要什么都不要 喂 喂 喂 车钥匙怎么着了 把钥匙拿走了是吧 那行我告诉他 好嘞好嘞 你把那车钥匙给那楼下洗车那大爷 要不然他车就不知道往哪停了 把车钥匙拿回来了 他打电话都给我打到意大利来了 多贵呀 还没开始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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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gases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 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铃 风吹来地沙 落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知道我在等你 风吹来地沙 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风吹来地沙 落在悲伤的眼底 悲伤的眼底 我在想你 风吹来地沙 堆积在心里 难道早就预言 好了吧 嘿好咯 最近学了首新歌啊 再给我看看你手伤的尾巴 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巴 我只想掀起你的头发 斑马 斑马 你回到了你的家 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 你的城市 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 为我打开啊 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 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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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吧 睡吧 我是只会歌唱的傻瓜 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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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吧 睡吧 我会卖掉我的吉他 听atlako 斑马 又念多尾巴 спокой Zither Harp 好了 双方下场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不卡了吧 朋友们 还卡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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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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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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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卡了 那房间是不是又卡了 是不是又卡了呀 有了是吧 来 稳定稳定情绪啊 别着急啊 反了是吗 这回行了吧 反了 雕下眼泪的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 依依不舍的 不知你的温柔 雨路还要走多久 你挽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 和我在米兰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 雨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好 咱们用点时间来评论一下 这场比赛 江苏苏宁客场 一比一是逼平了广州恒大 能够取得一个有进球的平局 通常角度来讲 为最终能够夺取冠军 应该是铺平了道路 但是咱们这么讲 因为恒大本身呢 他还是有他的能力 有他的能力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回合 还不能说完全是不是就是 苏宁就有胜算 你比如说你在课场 虽然说主场一比一 恒大去了课场 即便说是 就是比方说这个比赛的进程 一直不丢球 谁也不丢球 0比0 江苏苏宁也挺含糊的 你说你1比0的时候 不是0比0的时候 你是手还是攻 如果你手 万一到七八十分钟 帮人打一个 这事就大了 是吧 那么如果说 江苏苏宁凭借主场之力 啪 又卡了是吗 没卡吧 不卡是吧 好 那么呢 就是即使说江苏苏宁 主场1比0领先 对于恒大来讲呢 也不是没有机会 对不对 你只要不丢第二个球 0比1落后 就像今天江苏似的 你给扳平了 有可能呢 1比1的比分 还会把比赛呢 带入到加时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场比赛呢 可能啊 江苏球迷呢 会比较的开心 恒大球迷比较失落 当然呢 这个呢 不代表是最后的结果 不代表是最后的结果 那么从 欧冠的历史上 你比如说这个淘汰赛 两回合淘汰赛 你是8分之1决赛 4分之1决赛 半决赛 你第一场比赛打平的 即使是1比1平的 然后后边晋级的概率 肯定会大 但是呢 肯定有翻车的 肯定有翻车的 有人说是黑哨的问题 是吧 好 那么 首先来讲呢 这个 这场比赛呢 可能现在 我能猜到啊 在一些贴发 论坛 微博 肯定呢 两方球迷在骂 我都能猜出来 一定在骂 骂就骂什么呢 就集中在 比如说裁判 广州恒大的 这球有一些死忠 肯定是 纠裁判 纠裁判 江苏苏宁那边呢 开心 那意思就说 你看 我们那个 联赛主场 干你了 作为被守场 你们想说 搬回去 我们也打平了 就牛呗 就牛啊 这我都能理解 我这都能理解 是吧 那么呢 从这个 嗯 裁判的这个 执法的角度来讲 斯科拉里 肯定是不满的 广州恒大的队员 可能也不满 呃 这个呢 需要呢 回头呢 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具体的情况 应该说呢 反正要 依我啊 口对着心说 啊 口对着心说 这禁区内 呃 一个是告林 还有谁啊 是是是是 余汉超吧 哎 这两个 反正加起来 这场比赛 实话讲 啊 我个人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啊 我觉得呢 可能 呃 这个 恒大获得一个点球 是比较合理的 啊 呃 这个我是 口对着心说的 啊 因为几次加合吧 可能这次0.4 那次0.5 啊 呃 大差不差 加起来 呃 可能啊 呃 弄个 一个点球 可能比较合理 但是呢 没判呢 这种跟这斯科拉里 差差不了太多 啊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怎么有的时候卡是吧 但有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这种情况呢 可能今天出现在你身上 明天出现在别人身上 你也不能说 这裁判就一定是 错误了 你像昨天那个 叫 瓦伦西亚那个球 哈 我看那个 回放 感觉上呢 好像是 啊 裁判的那一瞬间 可能视线的受到一定的阻挡 他这个视线不是很好 所以呢 如果你做过裁判 哪怕业余裁判 有的时候是有点懵的 为什么 通常呢 他的视角 和观众摄像机的视角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 没看低 他有可能真没看到 这个跟水平啊 有关系 但也不是说完全 绝对的有关系 说不是不是所有 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裁判 所有的判罚都是正确的 不可能 是不是所有情况都看到了 也不可能 因为有的球发展的是 非常的 不规则的 他有时候瞬间 可能三点一线 他就被挡住了 而他有的裁判呢 是凭借猜 他没看见 但是他 在第二眼一看呢 有人倒地了 他就琢磨琢磨这球 哎 他给了 有的呢 就坚持着 就是裁判法里边就说 裁判认为 看到了 他才能判 他没看到 他就没法判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裁判的问题呢 你们要骂 就到别处骂你 这我已经说我的态度了 你表示你换位一思考 表示今天 这裁判呢 所有的针对广州恒大的判罚 都是判江苏苏营的 然后所有对江苏苏营的判罚 都是判广州恒大的 你们两拨死忠 一换位一思考 你就能明白了 你表示你今天骂黑哨的恒大 如果说同样的这种判罚 是都判给对方了 对方开始骂黑哨了 你一定会反驳的 对不对 那么就像今天江苏苏宁的 认为说这裁判也没什么问题 所有判罚都对的 但是你要是今天 如果你画画成为 江苏苏宁是恒大这些机会 或者这些这个场合 然后裁判没判 你也会改变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事啊 大差不差 别为这事争了 牛逼就到场上把人干了 干不下去也没有用 对吧 我觉得这帮人 在这喊卡的是不是 都是有人派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喊卡的都是有人派来的 有点卡还真卡 合肥不卡 我跟你讲 就是我来意大利啊 发这么多唱车 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们应该理解我一下 你说 哎 这个东西也有 酒店房间的卡 四季也开通了 三种方法 三种方法 为的就是呢 能够把这车呀顺利的发 但即便如此 也是呢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由于呢 这个有一些 这个不法分子 下车之后呢 有一些不法分子 下车之后呢 极尽捣乱之能事 给这个 一直播呢 一些房间 带来了呢 这场比赛呢 如果我要用 催龙珠 击败斯克拉里 可能呢 有一些 或者恒大球迷呢 觉得 这事呢 可能有点大 但是我觉得呢 催龙珠 在催龙珠 在猪 在 他的整体的 作战思想 还是比较成系统的 整体实力 恒大肯定占优 攻击的方式方法 恒大肯定比 江苏苏宁要丰富 但是呢 有一点 就是没有冯小婷 实际上呢 恒大的防守 并不是很稳固 但是呢 保里尼奥政治 高拉特 是吧 加上阿兰 整体上的 在中前场的 这个黄博文 在中前场的 控制 应该说是 相对不错的 应该说是 相对不错的 那么呢 从 斯克拉里的角度来讲 高拉特 能够比较快的 就取得了 比分的领先 对分的领先 对分的领先 对 往哪儿急 好 再换一个啊 再换一个啊 应该说呢 对于恒大来讲 这场比赛呢 就是上半场 踢的还真是不错的 清楚吗 能看见吗 清楚吗 这往哪边 这是 往哪边 这下一行呢 能看见吗 在下一行 能看见吗 翻了 又翻车了 这个呢 这能看见吗 半翻不翻呢 是吧 能看见是吧 好 那么从这个战术的变化角度来讲呢 今天的崔龙珠做的相对不错 刚开场呢 没有示弱 在中场呢 跟这个 呃 呃 广州恒大呢 进行这种 直接对抗 他的后卫线 压到32米左右 啊 后边有30多米的空档 但是呢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在中场呢 给这个恒大的中场 一定的压迫 虽然说这种打法 呃 也有他的这种思路 比如说呢 如果在中场就地的 这种抢断之后 发动反击 阿尔玛和特谢拉 距离对方的球门 要相对的近一些 恢复球权的高度 会近一些 啊 那么呢 可能 由手转攻的时候 给对方呢 所带来的这样的 这个压力也会大一些 但是呢 不得不说呢 在这种连续的交换攻守 对抗当中 恒大呢 相对来讲 要比较适合于这种打法 啊 因为他 呃 这个这个 保利尼奥啊 高拉特呀 呃 郑志啊 黄不文啊 这个由手 由手转攻 几个人之间的这个配合呢 会比较的默契 啊 到底翻没翻呀 意大利真的没有四季 真的 没翻吧 凡是没翻车的 都打一下没翻 这两个队呀 实际上呢 这两个队呀 实际上 都不是说 这个 我给大家解读了 虽然丢球了 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吧 然后呢 也是零散的反击 通过特谢拉和这个阿尔玛 啊 两个边啊 确实打不下去 但是呢 两个边的最大限度呢 也是限制了张林鹏和这个邹正 啊 这两个人 邹正啊 这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呃 在边路的这种突击 丢那个球呢 实际上也是中路防守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啊 被打了身后 高拉特表现的还是相对不错 但是呢 不得不说 高林这场比赛呢 呃 需要反思 他呢 状态确实比较一般 以至于呢 恒大的进攻 你会觉得多多少少还在他那个点上 呃 差差一点 如果他要是能够 把这比赛 把这个球更多的能够控制住的话 那么呢 恒大的可能整体进攻 会有更多的这样的这个机会 那么提到呢 这个崔龙珠的变化 首先 上半场结束 下半场开始换上张小斌 对吧 用张小斌一个中路的队员 换下了一个在边上的队员 阵型呢 大差不差呢 是个三后腰了 刚开场是四二三腰 对吧 现在变成啊 三腰 对吧 现在变成啊 就是 张小斌 主防 拉米雷斯和 无锡 突前 然后呢 特谢拉在游走 这个 这叫这个 吉祥 也能够呢 在这个右边路 突一突 有的时候呢 可能无锡呢 相对往左靠一靠 这样的话 特谢拉呢 在中路 会同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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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米雷斯 两个人离得很近 所以有更多的这种配合的机会 是吧 然后等到 把比分扳平过后呢 这个 催龙珠呢 另其一展 又变成了一个 五三二 因为他已经有三个后腰了 所以呢 很容易 把两个边 往回这么一撤 五后卫 这么一呈现 你会发现呢 这个 桃渊 上场之后 打一右边前卫 完了 回防守时候 回到右后卫 周云一并进去 塞恩斯 波里 李昂 周云 三个中卫 那边杨孝天 这边桃源 是吧 然后中间 张晓斌 拉米雷斯 加上这个 无锡 后来呢 又 再把这 刘建一印 再给派上去 所以中路防守 非常密集 迫使呢 恒大呢 想打边路 因为中路 两层啊 三三配啊 三个后腰 加三个中卫 中路很难了 那么打边路呢 是 郑龙 于汉超 于汉超 郑龙先后上场了 但是高林下来了 没有高点了 打边路 没有高点 这相当于 吃牛排 没有刀 没有刀啊 没有刀 说我肯 行不行 也行 但是不那么顺 所以呢 崔龙珠最终 这个 不败 全身而退 有他的道理 斯科拉里 有点急 这场比赛 确实有点急 可能由于啊 裁判 他对于裁判的一些判法 不理解 不接受 所以呢 整个的肢体语言 表现的比较急躁 再加上呢 面还得给 有一帮人 你没事 你老在我这 说局作局作的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呀 啊 我们 我觉得这事 完了 翻车了 关系呢吗 就是我个人觉得一个说的一个事一个事情这个事其实并不是说非常靠谱的一件事你要喜欢他你就去别在我这提行吗 你别在我这提跟我没关系我从来也不关注 你在我这对他一百二十七万他一千二百七十万又怎么着呢你让他天天发 对吧跟我没关系你跟我这说这个卖是干嘛呢卖书干嘛 你们愿意去就去呗 是吧 我就特别纳闷你说你在这跟我这说这有什么用呢你说 那么斯格拉里呢相对来讲呢可能因为这场比赛呢在他理想当中的状况至少应该赢两个球 因为首回合赢一个确实不靠谱 但是呢这个第二个进球迟迟没有到来再加上裁判呢可能一些判法对于他来讲会是一种刺激 所以有点控制不就积极啊没有控就积极 所以这个对队员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最后都急起来急躁 所以对于恒大这场比赛呢可能该总结的并不是说 该总结的并不是说这个说技术战术方面的问题 可能更多的还是心理心态的问题 那么有一点呢我觉得需要恒大去面对 就第一杰克逊马丁内斯这个赛季是一个失败的演员 对吧已经被盯上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4200万来这基本上没什么用 那么接下来没有了这叫这个 没有了这个杰克逊马丁内斯 那么对于高林来讲 如果说现在整个竞技状态是一个下滑的趋势 那么问题来了 恒大下个赛季是必须要引进正硬中锋的 从目前来看高拉特不是中锋 阿兰不是中锋 杰克逊马丁内斯打不了 高林感觉好像最近几个月 尤其是在高加军里面没捞着上场 没怎么捞着上场的机会 那么包括联赛的后阶段 整体作战的这种能力是属于一个下滑状态 所以恒大现在缺一中锋 没有中锋的日子很难受 为什么说曼联 是吧 连一部那么老的一个队员 也是视为珍宝给引进来 就是还是在一个战术体系里面 这中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佩莱被开除了 但是后来意大利国家队 意大利那个足协主席说了 只要认识错误 国家队的大门还会向他敞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时半会儿呢 意大利国家队也离不开佩莱 什么买李学棚含蓄 什么意思 全世界都缺中锋 都缺中锋 是 是 全世界都缺 你琢磨琢磨吗 来万 这可以 来万 再往下数 曾经的那个 迭克科斯塔 是吧 来万 迭克科斯塔 然后呢 一部 然后呢 卡洛尔 哲科 巴萨没中锋 是 你巴萨相当于三个中锋 曼珠基奇 对 奥巴梅扬 本泽马 本泽马现在都不用了 吉鲁 对啊 唯我大吉鲁 昨晚上帮 还得靠吉鲁 是吧 范佩西就算了 卡瓦尼 斯内德 斯内德是中锋 别闹了 还是心态 你这场比赛 包袱其实在恒大那 下一场比赛 踢着踢着 包袱就有可能到苏宁那了 比分稍微一变化 1比0了 攻还是手 摸不透了 1比0啊 领先 攻还是手 说我继续攻 万一再丢一个呢 然后1比0领先 被打一个 这时候是攻是手 说手的话 我们1比1可以 万一攻 再打一个死了 对方2比1的话 我们再进一个2比2 也是死了 所以呢 心态 心态 会决定 第二回合的比赛 当然从恒大脚来讲 可能冯小婷回归 会是后防线的一个 好消息 但是对苏宁来讲 他的实施 541 或者532 防守反击 你恒大 客场是必须得进球的 对不对 因为 因为苏宁在客场进球了 所以恒大要想 逆转 必须呢 得是在客场进球的 所以恒大呢 相当于又得是 主攻 进攻 这时候看 崔龙珠 是选择 跟第一回合 同样的一个套路 还是说是在 攻守这方面呢 有一个重新的 比例的规划 所以这个呢 是对双方主教练的 一次考验 好了 这我们点评了 这个足球杯的决赛 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将会 都准备好了啊 各种直播设备 我们将会呢 一会呢 就去米兰 圣西罗球场 来呢 带着大家一块 观看这个 米兰德米 来看米兰德米 意大利的 这个球迷 就喜欢看 就是米兰的球迷 说平常 无论是国际米兰 还是 AC米兰的球 根本就 做不满 只有米兰德米 这米兰德米啊 我才明白 最开始呢 其实1899年的时候啊 这 有英国人 人家成立了一个 俱乐部 米兰 足球俱乐部 和板球俱乐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没事啊 大家都喜欢吗 踢球 或者是玩板球 所以最开始呢 这家俱乐部啊 就是又踢 其实他们知道 这家俱乐部 然后呢这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外国人呢,说不玩了。 啊,说你们这么干,排位我们老外,我们不玩了,我们干嘛呢,我们走了,我们脱离,我们脱离米兰俱乐部,我们另立山头,于是乎呢,这拨人呢,从这米兰,AC米兰俱乐部走了,自己立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就是国际米兰,Inter米兰,这就是最早啊,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啊, 这个分庭抗礼,咱们坦白说啊,反正来了米兰过后啊,问了问,有时候问着随机啊,问一问,你会发现啊,我感觉好像国际米兰球迷要稍微多一点。 啊,我感觉是国际米兰球迷要在这,就反正我们反正问了,比方问问个五六个人,四五个人呢,是国际米兰的。 啊,一两个人呢,是AC米兰的,可能我们那边没,我们那边是不是富,我们是富人区域还是穷人区域,我不知道。 有没有熟悉的这个,意大利的,是富人喜欢国际米兰的,还是穷人喜欢国际米兰,弄不太清楚,反正。 哎,好了,而且今天呢,这场这个得比,为什么引人关注呢?因为呢,现在国际米兰是中国老板,而且到下一个月,AC米兰也是中国资本,最后玩玩的,成中国人得比了,多有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作为中国人,走在米兰的街上,我们感觉蛮自豪的,啊,现在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中文的,可以看到中文的,即使在一些景点,啊,小商小贩,卖糖炒栗子,啊,有没有搞错? 哦,第一次感觉还写,他那个叫什么,哇,叫,什么栗啊,干栗,啊,甘甜的干,栗子的栗,啊,举个栗子,啊,甘栗,中文啊,糖炒栗子的,他那不是炒的,他那烤的,反正啊,糖烤栗子,糖烤栗子,啊,昨晚上我们去那个,就是那个多么大脚堂,旁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卡,哎呀, 世界三大南高音,卡斯特罗是吧,唱舞了太阳那个,是叫卡斯特罗吗,唱舞了太阳那个,啊,不是,啊,帕瓦罗蒂,啊,帕瓦罗蒂,去那帕瓦罗蒂的餐厅,那餐厅啊,是帕瓦罗蒂他太太,为了纪念帕瓦罗蒂,哎,帕瓦罗蒂已故,然后呢,07年吧,然后之后呢,就在这儿弄了一个帕瓦罗蒂餐厅,餐厅啊,蛮有档次的,真的, 蛮有档次的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几个,去了啊,得提前预定的,预定了,去了,门头又把门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说你想,没事过去上去看看去,对不起,不行,有预定没有,有没有,有,就进,没有,噓, 啊,我们往正 thấy了,我们往正走他一看中国人来了 了,特别客气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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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咔�,辛苦了,董事每 cooper了 哎,滑罗,把我们当日本人了 特别有礼貌,我们就上去了 上去之后见一女孩儿,戴眼镜啊 啊,呃,身材还可以,但长得不是说很漂亮 但是永远都在笑 那笑的就是 都已经不是跪舔了 堂舔 堂舔啊 就是他们就是送钱的来了 笑 而且他那个肢体吧 有点夸张啊 有点职业化 我可以把你衣服挂起来 完了 就像你说我就 我有点 我像有点不是说很 我不是说很 很能接受 我就想大姐差不多别闹 大姐差不多别闹 往来弄得我 我们就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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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